首先今天来看到的是中国无预警对台湾凤梨喊咖冲击了台湾农产品 政府忙着抢购凤梨掀起国内认购的热潮 不过以长远来看有凤梨农则是认为政府应该要让农产品奔散风险 而中国禁台湾凤梨事件 中国官媒环球网则是批评台湾政府政治操作 甚至提到禁凤梨根本不算牌 似乎是透露出凤梨事件不只是经济事件 黄昏市场的凤梨摊才刚摆出来 就围满民众挑凤梨帮忙切凤梨的手没停过 不到十分钟摊子上的凤梨已经空了一大半 台湾凤梨遭到中国封杀 台湾民众用行动展现支持 我就是看到那个新闻 吃凤梨来帮我们农民 还有国内公民一企业陆续认购凤梨 根据农委会初步统计 两天内认购量已经超过了二点五万公顿 因为中国已减出借壳重宣布 三月起暂缓进口台湾凤梨 冲击了台湾农产品 服务高层赶紧下乡抢求凤梨 不过对于中国无预警对台湾凤梨喊咖 凤梨农洋羽帆似乎不意外 他认为政府应该要让农产品分散风险 也呼吁不要因为全民买凤梨而排挤其他水果 但中国禁台湾凤梨真的纯粹是宠害问题吗 中国官媒环球网有篇社论先批评台湾政府政治操作 借凤梨打压中国 但文章最后又写 逼中国朝台湾经济下手 竟凤梨根本不算牌 言下之意似乎还会有下一波 学者王坤毅认为恐怕是为2022做准备 如果刚好有一个凤梨事件那你不把它政治化你就锁定在两岸 因为两岸人民往来或者是货品交流贸易所衍生的问题 我们透过机制解决不对吗 学者黄介镇则认为若从科学及健康等角度看待凤梨害虫问题 进而展开沟通 或许凤梨事件会是两岸展开对话的奇迹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